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會有意? 沒有意?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26條,下列人員出境應經行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核准 以國家機密核定人員,二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三前二款退離職會議將國家機密未滿三點之人員 前項第三款之期間,國家機密核定機關得失情形延長之,延長之期限除有第12條第一項情形之外,不得於三年,並也一次違憲 第32條,洩漏或交付近一本法核定制國家機密者,除一年以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前項之國家機密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者,除三年以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第33條,洩漏或交付一第六條規定報警核定國家機密知事項者,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一第六條規定報警核定國家機密知事項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者,除一年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因或是犯前二項之罪者,除一年下有期徒刑 軍業或客户平和新台幣十萬元向法金,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為遂犯法制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除一年下有期徒刑 犯其無項之罪,所洩漏或交付屬理令等級為絕對機密知事項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34條,刺探或收集禁一本法和定制國家機密者,除五年下有期徒刑 刺探或收集一第六條規定報警核定國家機密知事項者,除三年下有期徒刑 為一位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 刺探或收集禁一本法和定制國家機密 或一第六條規定報警核定國家機密知事項者,除一年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之罪者,除一年下有期徒刑 犯前五項之罪,所刺探或收集屬絕對機密或其擬定等級屬絕對機密知事項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宣讀完畢 陳委員歐伯聲明,對剛才這表決與民進黨黨團一屆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決議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6條及第32條至第34條條文 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作之附帶決議,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一項,國家安全情報機關體系建制與國家安全法制完備有賴國民支持 相關預算經費與資源配置亦須依賴全民認同 國家機密保護試設國家情報機關情報工作能量 我國家情報機關及相關反情報工作發揮得當 需兼顧人權保障,同時使得破壞國家安全與違反國家機密法令之人受到該有的制裁 未來對於人民行動遷徙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力之限制 乃至於相關刑罰權的發動 法務部既有關部門應就未來行政權執法過程 此法院應就相關國家安全事件訴訟程序 兼顧基本人權保障與國家安全監製衡平性 以凝聚全民國家安全共識 保障我國民主自由法治制度 穩固社會政治經濟發展基礎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意義沒有意義決定照案通過 報告院會本院委員柯建民等人針對本案三篤之決議提出複議 並請院會隨即處理表決 報告院會現在來進行處理本件複議案 現在進行表決針對委員柯建民等人所提複議案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記名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開始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 初期88人赞成24人反对64人弃权0人 赞成则少数 委员科建民等人所提复议案不通过 报院会休息5分钟 休息之后继续进行讨论事项 现在休息 感谢观看